在你旁边那边写一个口线 哈喽 大家好 这里是SG Foodie Fam 然后今天我们来到了美季吃晚餐 食物都还没有来 所以他们还没有开始营业 都还在用手机 营业也不可以吃吗 来 等你们拍好 Cheers 因为这边是专门吃粥的 所以他有提供这张指教我们怎么正确的吃粥 所以首先呢第一步他说就是粥来到的时候呢 它是非常滚烫的 然后要怎么吃呢 你要拿汤匙这样子 从那个碗的旁边这样子 表面轻轻舀一勺起来 然后这样子吃 这样子呢你的粥才不会就是生很多水 然后就不好吃了 哇 真的是喝粥啊 滚到很暖 这个地方是专门喝粥的 然后呢我们点的粥是这个吃斑鱼的粥 它是有炒过的 是有一点淡淡的这个workhead的味道 然后呢还有一条这个baby的tread bean 还有咸蛋蒸肉饼 蒸蛋跟它的这个beef brisket noodle 里面是那个香港的面 这个是什么 这是汤啊 汤那个的啦 哦 这个是面啊 我也是这个是肉 没有啦 虽然这边煮打的是粥呢 但是它的面也煮到很好 就是那个面呢QQ弹弹的 然后那个beef brisket也煮到就是很嫩 然后就是吃下去呢 就是马上就断掉了 因为面很好吃 我们又再买了一碗plain的 一碗是3块8 一碗 鱼 哇 这个鱼很嫩耶 然后那个肉很细 而且我这样拿我好像没有骨头的 它们是不是把骨头拿掉了 哪里可能 真的耶 没有骨头哦 没有骨头米 没有骨头米 有鱼餅 也好像把骨头拿掉了 好 我们的食物都吃完了 然后呢今天视频的总结 弟弟说他想要讲 所以我们就把时间交给他 总结就是呢 这边的食物都很好吃 吃饭 好夹 好夹 在你旁边那边写一个好夹